今天我想跟大家汇总一下秋冬季节 虫子主要有哪几类 并且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按照自然农法的原则 对付这些虫子的办法 第一类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牙虫 受害的菜是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第二类是菜青虫和甘蓝叶鹅虫 西兰花卷心菜大白菜 以及冬天所有的蔬菜都是他们的最爱 他们会把你的宝贝菜菜啃得千疮百口 不忍目睹 第三类是藏在土里的金龟子的幼虫 他们会毫不客气地啃食我们蔬菜的根 叶还有菜心 在五年的家庭小菜园实践中 我一直坚持着用自然农法的原则 用以下的办法对付秋冬的虫害 这是对付牙虫的办法 用自制的大蒜辣椒水 取四拌大蒜 一勺辣椒粉加一斤水 煮开了以后 制成原液 用两勺加500毫升清水吸食后喷湿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菜园菜地的边上挂上这种黄色的粘虫板 这个办法是立竿接引的 对付菜青虫和甘蓝叶鹅虫 我有三个办法 这两种虫都属于非鹅的幼虫 所以对付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搭防虫网 眼下这段时间 正是卷心菜西兰花白菜这类特别招虫的蔬菜生长最快的时候 它们搭上这种既透气又防虫的网 它们一定会长得很健康 并且你知道吗 飞行的小虫子它们特别害怕反光的东西 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用上这样的反光膜 虫子不愿意靠近蔬菜 还有一招就是用你勤劳的小手 当然要戴上手套捉虫子 接下来再说一下怎样对付金龟子的幼虫 拔掉了几十条小虫 这里一条 哇够多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每年入秋和开春 地里真的有好多的金龟子幼虫 一开始我也很怕它们 现在已经被磨练的一点都不害怕了 对付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手捉 翻地打底肥的时候 你一定要好好捉虫哟 为了消灭土壤中的虫卵和小虫子 让土壤更健康 我通常喜欢用草木灰 院子里的烧烤炉 为我烧草木灰做了很大的贡献 昨天的这一笼土 刨出了几十条小虫 今天拌入了草木灰 万寿菊是地下害虫的克星 眼下院子里的万寿菊开得正好 我摘了小半桶 把它撕碎 和草木灰一样 拌到土里 经过这一番处理 这一笼地秋冬的虫 还将大大的降低 感谢你非常耐心地看到了这里 如果你有更好的防虫法 我们一起交流吧